大家好,这里是七万观察室,我是童风 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 太子好不容易当上皇上 却陷入爱江山还是爱美人的艰难抉择 在真实的历史中 确实有皇帝为爱情而放弃了整个江山 而就在上世纪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英国国王爱德华巴士 为了迎娶心爱的女子辛普森夫人 已已然退位 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主动退位的君王 令人惊讶的是 如此桥段竟在21世纪又上演了 堂堂一国国王在一次活动中 偶遇一国他乡的美女模特 从此坠入爱河一发不可收拾 两人进展神速 相识一年后便偷偷闪婚 为了心爱之人 国王放弃王位 本以为他们的婚姻会成为一段佳话 可没成想 仅过去几个月两个人就闹掰了 怀有身孕的妻子独自回到母国生子 而退位的国王认为 孩子不是自己的 坚持要离婚 此事在马来西亚乃至全球都掀起了轩然大波 闹得是人尽皆知 一桩美谈最终以闹剧收场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让我们先穿越回2017年 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些荒唐事 马来西亚简称大马 递出东南亚地区 其国土有一个特色 被海洋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这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马来人占据70% 华人22.7% 印度人6.6% 虽说有宗教自由 但其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 绝大多数人也都是伊斯兰教的教徒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 有着浓厚宗教信仰的地方 主人公穆罕默德武士 于1969年10月 出生在吉兰丹州的哥达巴鲁 他父亲是吉兰丹州的第28人苏丹 苏丹的意思 就是马来西亚各个州的最高领导者 而且苏丹是继承制的 通常是家里的长子继承 刚好穆罕默德武士就是家里的长子 所以说 他是名副其实 含着金钥匙出身的贵族 从小就是衣食无忧 更关键的是 按照马来西亚的制度 国家的最高元首 是由九个州的统治者 也就是苏丹轮流担任的 每个任期是五年 不出意外 穆罕默德武士从出生就注定了 他会当国王 他将来会成为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 这样的出生 着实献杀旁人啊 当然 为了将来能够胜任苏丹以及国王 穆罕默德武士从小就接受了优秀的教育 小学在本地学习 中学在吉隆坡的爱丽丝史密斯学校 后又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名校接受教育 学成归来的他 很快被任命为吉兰丹州的王储 意思就是苏丹的继承人 2009年5月 穆罕默德武士的父亲突发中风 经过治疗 依旧没有好转 第二年9月13日 穆罕默德武士就提前接替了父亲 正式成为吉兰丹州的苏丹 2016年 穆罕默德武士迎来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他约12月13日 当选马来西亚第15任最高元首 任期为5年 2021年12月卸任 卸任后 他依旧是吉兰丹州的苏丹 并一直世袭下去 至此 他的人生就跟爽文小说中的男主角一样 一路畅通 平步清语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穆罕默德武士虽然在2004年结过婚 但4年之后就离婚了 且无子嗣 所以 他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单身的国家元首 这可了不得呀 用钻石王老五来形容他都显得过于普通了 而他又一定会陈家生子 好继承他的苏丹之位 所以 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在猜想 究竟是怎样优秀的女子 才能当选为国家的第一夫人呢 按照传统 第一夫人最基本的 肯定是门当户队 宗教信仰一致的本国人 可没想到 一次国外之行 让一位异国他乡的女子 战胜了马来西亚的朝堂 2017年春 穆罕默德武士出差到欧洲 在一个珠宝商兼钟表将朋友举办的活动中 偶遇了一位漂亮的女模特 名叫奥克萨娜沃沃迪娜 谁能想到 两人的相遇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闹得是家喻户晓 奥克萨娜 1992年7月10日 出生于俄罗斯塔干罗格斯的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整形外科医生 收入很高 母亲则是一名出色的钢琴家 年轻时还是选美冠军和模特 母亲的这个优点 被奥克萨娜完美地继承了 父亲对她非常引力 所以在学习上 她一直没有懈怠 中学期间 奥克萨娜在一众同样优秀的女同学中 她的优点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只能算是个普通学生 后来她获得机会到牛津大学的暑期学校学习英语 习得了一手出色的外语能力 这对她之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9年 她考取俄罗斯普列哈诺夫经济大学 开始攻读经济学专业 在此期间 奥克萨娜出落得非常漂亮 个子也高 有1米79 交好的容颜和完美身材 让她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追求之人是络绎不绝 此时 她终于体会到众星捧月的感觉 大学期间 奥克萨娜不出意外的被模特公司看上了 邀请她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模特事业 并向其展示了美好的蓝图 她同意了 且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学业 毕业之后 她顺利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她没有和同学们那样到处投简历找工作 而是跟随母亲的脚步 利用自身美貌参加各种选美比赛 她父母也很支持这个决定 不得不说 她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比赛中是过关斩将 2015年艳压全场 成功摘取莫斯科小姐的桂冠 荣誉加上的奥克萨娜 想学习卡戴山 创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实际上 学经济的她 却有商业头脑 之前就推出了自己的泳装品牌 她亲自充当设计师 模特等多个角色 风格主打的就是一个性感妩媚 在获得选美冠军之后 她利用非凡的影响力 继续推广自己的泳装品牌 同时在莫斯科开了一家美容院 进军美容行业 不过美容院一直不温不火 没多久就关门了 奥克萨娜也不在意 依旧是充满自信 她频繁出现在各种高端的社交场合 通过参加活动和刷脸 不断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7年3月 奥克萨娜飞往欧洲 以模特的身份 参加了一个高端手表展 也就是这个时候 她遇到了前来观战的 穆罕默德武士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自两人相遇的那一刻开始 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 穆罕默德武士不自觉地 就被奥克萨娜的绝美容颜所吸引 她一本正经地搭讪道 美女你好 我是马来西亚的国王 奥克萨娜一听 心想这位大叔年纪不大 还挺幽默的 于是就调侃地回答道 国王你好 我是莫斯科女王 她不知道的是 站在她面前的 是儒甲包换的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虽然马来西亚没有国王的称号 但性质是一样的 随后两个人会心一笑 并共进晚餐 整个晚宴上 两个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 晚餐结束后 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所以说奥克萨娜和穆罕默的武士 一个来自俄罗斯 一个来自马来西亚 一个是热情奔放 时尚性感 一个是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 一个是25岁的年轻美女 一个是47岁的中年大叔 两个人的身份文化背景等等 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但这些并没有阻止他们恋爱 他们之间自手表展之后 究竟是怎么见面和约会的 这一直是个谜 无人知晓 只知道短短一年多时间 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2018年4月 奥克萨娜公开表示 皈依伊斯兰教 甚至连名字都改了 姓氏改成了穆罕默德武士的姓氏 他还放弃了自己喜欢的性感服饰 穿起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服饰 据说6月份 两个人在马来西亚秘密举行了传统婚礼 外界并不知晓 接着穆罕默德武士突然对外宣布 说身体抱恙 需要请假调养 这让无数马来西亚人都为之交心 而就在人们为其祈福 希望他身体赶快康复之时 一则惊天大新闻开始大肆传播 原来就在11月22日 奥克萨娜和穆罕默德武士 在莫斯科豪华郊区 巴尔维哈的一家音乐厅 举行了一场奢华浪漫的婚礼 从照片和影片上看 两个人满脸笑容 相互比心 很是幸福 虽说婚礼牌上不小 但办得却很是低调 没有邀请媒体 只邀请了少数嘉宾 为了保密 还不允许嘉宾拍照 但这次的保密工作 做得似乎不如6月份那次 很快就被外界所指 姑且不论两个人的年纪 背景等差距 仅仅是国家元首偷偷结婚这一项 就已经是一则爆炸性新闻了 随后 俄罗斯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据一位参加婚礼的奥克萨娜好友说 其实正式婚礼早就举办了 这一次在巴尔维哈举办的 更像是一场家庭聚会 消息从俄罗斯传到马来西亚 接着在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舆论 其中谈的最多的就是 奥克萨娜飞上枝头变凤凰 很多人都直白地表示 他就是看上了穆罕默德武士的钱和背景 结婚之后 他的后代直接就完成了阶级跨越 这个诱惑太大了 不然他不可能看上比他大23岁的大叔 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爱情 两个人身份相差太大 从相识到结婚时间太短 说不定连面都没见过几次 当然也有人表示 这是撇除世俗观念的真爱 若非真爱 穆罕默德武士是不会找一个外人 来当国家的第一夫人的 按理说 定然是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王室结婚 他们为了这段婚姻 彼此都舍弃了很多 奥克萨娜改了宗教信仰和名字 穿着也变得保守了 连最爱的性感服装都不穿了 所以他们一定是真爱 总之各种说法都有 虽然大部分马来西亚人都难以接受 但两人的婚姻已成事实 除了表达愤怒以及发发牢骚 谁也无法强行干预 可还没等大家从这个消息中缓过神来 更加惊人的变故发生了 2019年1月6日 穆罕默德武士突然宣布即将退位 此时距离他的五年任期到期 还有近三年时间 这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第一位主动退位的国家元首 虽说他并没有说明原因 但是距离他在莫斯科秘密结婚仅过去45天 而且最近围绕他发生的也只有这件大事 加上很多马来西亚人对这个外来的第一夫人很不满 更有甚者说她是俄罗斯间谍 对于穆罕默德武士随便娶一个外国女子的行为十分不满 所以人们就纷纷怀疑 她是为了保护妻子以及平息舆论才放弃了往位的 又或者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爱 没有什么比陪伴美人更加重要的 总之电视剧中为了美人而放弃江山的桥段 在现实中又发生了 接着又传出了奥克萨纳已经怀孕的消息 这进一步佐证了大家的猜想 穆罕默德武士就是为了妻子和孩子而退位的 本以为他们的爱情经历了最艰难的考验 会成为一代佳话 可极具戏剧性的事情又又发生了 距离穆罕默德武士退位还不到一个月 这对令人羡慕的夫妻竟闹着要离婚 2017年3月相识 18年11月闪婚 19年1月退位 接着迅速离婚 节奏之快令人折舍 据说闹离婚的主要原因 是媒体挖出了奥克萨纳的黑料 原来他之前参加过一档真人秀节目 虽说用的是假名 但还是被挖了出来 从画面上来看尺度非常大 第一次见面 奥克萨纳就在泳池里和一个帅气的男嘉宾热吻 连个人穿的都极其清凉 之后他还和另一位男嘉宾共处一室 共睡一床 这让穆罕默德武士的面子往哪个 民众就猜想 这就是婚变的原因 也有传闻说这个黑料 其实早在一月份就被扒了出来 皇室颜面受损 这才导致穆罕默德武士退位的 虽然两人都没有公开承认 但婚变的事实是存在的 接着奥克萨纳怀着身孕 孤身一人回到了俄罗斯 而穆罕默德武士则销声匿迹 不再露面和发声 2019年5月21日 奥克萨纳独自一人在俄罗斯产下义子 名叫东姑伊斯梅尔莱昂佩特拉 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写道 我很自豪我儿子的血管里 流淌着马来西亚人的血液 我将尽一切努力让他成长 并配得上你们的爱 其意思很明显 他没有承认婚变的事 还一口咬定 他儿子就是穆罕默德武士的孩子 且是唯一继承人 虽然穆罕默德武士 已经不再是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 但其作为吉兰丹州的苏丹 依旧是正统皇室 而他的儿子会依据世袭制度 统领吉兰丹州 将来也会成为马来西亚的王 可对于这个儿子和继承人的身份 穆罕默德武士 以及吉兰丹州的政府并没有承认 6月22日 也就是孩子生下的一个多月后 穆罕默德武士 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相关文件 并在7月1日 正式与奥克萨纳离婚 发放了离婚证书 值得一提的是 离婚形式比较特殊 男方只需要说三次 塔克拉离婚就可生效 无需女方在场 也无需女方同意 三次中间可以没有冷静期 意思就是连续说三次就可以 这是伊斯兰教中 兴致最严厉的离婚 是不可撤销的 这种方式 实际上对女方是一种不公平的 对此变故 身在俄罗斯的奥克萨纳 那是坚决反对 他表示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 我和孩子一直在俄罗斯 从没有去办理离婚手续 这明显就是胡扯 我们从没有离婚 后来 他还在网上发布他儿子 和穆罕默德武士的照片 以此向公众宣布 他们长得很像 是父子关系 从照片上看 小男孩确实长着一副亚洲人面孔 但穆罕默德武士通过他的律师表示 目前并没有客观证据证明 他就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意思就是 认为自己被律了 孩子不是他的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点也不难 毕竟都21世纪了嘛 做个亲子鉴定就可以了 可奇怪的是 尽管奥克萨纳一口咬定 儿子就是穆罕默德武士的 但据说 吉兰丹州政府 曾两度邀请他带着孩子去做DNA鉴定 他都没有接受 也就是说 马来西亚方面 没有邀请其做DNA测试 这中间到底有何缘故 我们也不得而知 总之 一场巨大的风波 慢慢就归于平静了 穆罕默德武士 降级为吉兰丹州的苏丹号 依旧很少露面 而奥克萨纳 则在俄罗斯带着儿子非常活跃 时不时晒出自己和儿子的照片 以及和穆罕默德武士的恩爱照片 他还说道 我会照顾他 当然 我想成为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人 我想和他一起生活到生命的尽头 但从照片和影片来看 两个人好像依旧很恩爱 而秀恩爱这个举动 就激怒了吉兰丹州 他们通过官方媒体谴责奥克萨纳 说他发布了不恰当 且带有诽谤性的内容 损害了苏丹的隐私 从双方针锋相对的态度来看 注定是无法善聊了 在这之后 奥克萨纳就默默删除了有关穆罕默德武士的照片 仅留下他自己和儿子的各种美照 不管从官方公布的离婚证书 还是两个人默认的事实来看 他们这段荒唐且短暂的婚姻总算是结束了 不过话说回来 结了婚又离了 所牵扯的事情还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钱 奥克萨纳曾打官司 要穆罕默德武士付孩子的抚养费 以及离婚的赔偿金 虽然具体数字并没有公布出来 但是外界都默认 穆罕默德武士一直在给钱 有小道消息传出 说穆罕默德武士准备给奥克萨纳一大笔钱 来达成一个协议 协议内容是 让孩子永远不要联系他 当然马来西亚所有的一切 也都将跟孩子无关 不过这个协议被奥克萨纳给拒绝了 目前他已经带着孩子定居在英国伦敦 并在社交账号上说 让儿子在英国接受教育 一直是我的人生目标 我很高兴正在逐步实现我的计划 从他不停地公布各种美照来看 他目前生活得很潇洒 依旧从事模特有关的事业 各种性感衣服名牌包包层出不穷 很富有的样子 至于穆罕默德武士 他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常节奏 继续管理着吉兰丹州 他后来再婚了 对象叫戴安娜 有关这个戴安娜也是有说法的 她出生于捷克共和国 据说早在2010年10月30日 她就和穆罕默德武士秘密结婚了 后来也闹了分手 奥克萨纳是后来者 奥克萨纳本人也曾透露 说自己结婚的时候 还接到了来自戴安娜的威胁 说她才是穆罕默德武士的正式妻子 也不清楚穆罕默德武士 当初和戴安娜结婚 有没有正式的法律文书 总之在2022年9月 戴安娜就突然冒了出来 并以苏丹娜 也就是苏丹夫人的称号出面 并出席吉兰丹州一系列重要会议 显然吉兰丹州 已经正式承认了她的身份 她将和穆罕默德武士 共同领导着吉兰丹州 要知道奥克萨纳结婚时 可没有这些 这进一步说明 她从没有得到官方认可 看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认为 这场闹剧般的婚姻 终于尘埃落定了 不过就我个人来看 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从奥克萨纳公布的 她儿子的照片来看 姑且不论DNA 但从长相来看 绝对是亚洲人的面孔 也就是说 极有可能 她就是穆罕默德武士的儿子 至于穆罕默德武士 为何不认 为何要坚决离婚 有网友猜测 很可能是她知道 奥克萨纳的黑料之后 无法接受 她的宗教信仰 让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女子 所以才会离婚 彻底断绝关系 外界传言的 她想花一大笔钱 彻底撇清和那个孩子的关系 也许确有歧视 当然了 这不是想断就能断的 如果说这个男孩 真是穆罕默德武士的儿子 说不定等孩子长大之后 奥克萨纳会带着他去马来西亚 到时候DNA一验 或许就会出现 争夺吉兰丹州苏丹 以及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风波了 不过 此事将来究竟会如何发展 我们也只能交给世间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